今天的福西台在当地老百姓的口中又叫做人祖庙 主体建筑坐北朝南分布在一条中轴线上 这条中轴线上的所有建筑都建在高五米左右的夯土台上 并且一层层的逐渐加高 形成高低错落重点突出的平面布局 福西台从南至北依次为六座殿 龙诗殿和寝宫 在历史上辛勒多次遭遇战乱 福西台原始的建筑大多被毁 历朝历代都曾经重修多次 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庙宇和殿堂 大多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重新修建的 但是有一处建筑却是一个例外 福西庙中的六座殿原名石王殿 在一根柱子的顶端刻有 元大德五年三月瓦硫三的字样 据此人们判断 石王殿是福西台现存建筑中最古老的部分 现存的梁架大部分是元代的遗物 它的独特之处在于 正极的花式突破了一般的北方建筑特色 其表现手法突破了官方所规定的饰样 带有浓厚的民间风格 古朴大方非常罕见 这座建筑的梁架大墓为自然形材 不加腐杂 四根金岩柱用当地黄山石制造 形状为不等边的八角形状 坚固耐久古朴壮观 同样体现出元代粗广大气的时代风格 在象镇文的记忆中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 福西台周围还留存有比较完整的 人工夯土城墙的痕迹 塔高四米 上宽三米 下宽八米 总长度达到了一千二百米 可惜 现在城墙已经大然无存 在福西台的北侧 仅从一块夯土层城墙的痕迹 依稀可变 这一块这是突城墙的夯土层 你看它层次非常明显 这一层 这 这一层 这受到汗土层 通过调查人们发现 福西台共分为上下三层台 用当地的夹沙黄土螺蝶堆积而成 第三层台呈现不等边的八角形 又称